好 昨天是蔣经国逝世的纪念日 1月13号 我记得那一年我是 他是1988年去世的嘛 对不对 1988年 民国77年 对的1988年 那时候我在读 大四准备要毕业 隔年就毕业了嘛 好 我们再来看 昨天呢 当然朱立伦也去了 那可是我觉得退府会 其实退府会这个活动去年就办了 去年就办了 办了一个 携办了一个蔣经国纪念音乐会 退府会 在他的新闻稿里面呢 加了这一句 我觉得太厉害了 蒋经国反共革新宝台 国民党人应该省私 他新闻稿其实是最后一段 蒋经国路线就是反共革新宝台 在纪念之余 朝野人士特别是国民党人 应该省私学习 其实退府会是政府单位 通常政府单位新闻稿 不会去点名某一个政党 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 说实在这个其实因为 我们行政还是保持中立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点名很特别 蔡思平抓到重点了 他说民进党接收中华民国台湾之后 现在甚至积极提出 蒋经国反共革新宝台 功不可没 连蒋经国都快要变成民进党的了 这国民党还有救吗 然后再来看这个朱立伦昨天去叶林的时候这样讲 他说台湾的民主政治不能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一党专政 张亚中 他说朱立伦你跪也要跪一跪 跟人家道歉 红秀柱说 选后不开记者会是不治的决定 不管输赢尤其失败 更要勇于承担 马英九说 国民党表现不如预期 党内士气低迷 在经国先生林前 我助导本党同志团结一心 认真检讨彻底改革 立刻行动正衰起闭 其实马英九昨天跟朱立伦是刻意错开时间 没有见面 这件事情很有趣 我第一眼看到 因为我去年平常讲 去年我没注意到这个新闻 今年注意到 宇韶你应该记得李文中退附会副主委 李文中当时为什么被台大退学 因为抵抗威权 结果现在民进党主政的退附会 竟然去纪念一个 当时被视为一个威权的象征 因为当时她是总统 威权象征的蒋经国 然后蔡世平抓到重点 她说如果蒋经国路线被民进党接收 你国民党还有救吗 另外一边 国民党还同学院干嘛 忙着在内斗 对我先说了 我自己做民主化跟历史研究 退附会这三个诉求 都是台湾民主转型中很重要的环节 什么叫反共 各位如果线上有跟我年纪一样 大家朋友就50岁上下的 一定听过蒋经国所说的三步政策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对不对 所以说现阶段国民党 基本上对于两岸关系 对中共的政策 对中共的态度是这个吗 如果是的话 这些人自以为是 金国先生接班人 直接说一次 面对中国共产党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这第一个 第二个叫什么 革新嘛 什么意思 不论是呢 国民党自己内部的革新 我就不讲了 简单讲 比如说呢 崔台青 各位想想看 林阳港 邱创焕 李登辉 这些本土派 是谁拙拔的 不就是金国先生 我刚才说的 崔台青的路线嘛 这叫做本土派嘛 本土化嘛 就现阶段 国民党是本土化为寇筹 什么意思呢 侯友宜啊 林芝妙啊 这些人啊 不挺和事 而且这些人呢 血统跟我们不一样 对不起啊 或者是呢 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认为 李登辉是叛徒 李登辉是蒋经国先生 自己清点的接班人 而且呢 是他提拔他嘛 从政务委员 台北市长 一路以来 谁遇成李登辉呢 是蒋经国 其实你们自己像张亚中 一直骂赵少康 一直骂 深蓝的一直骂 那经国先生 你们比较了解 还是研究历史的 我比较了解 第三个 保台 保台就跟前面的两个东西 有关联 反共跟革新 还有民主化 才能用保台嘛 请问 这是不是现在台湾的主流价值 经国先生那时候 也有没有魄力 有没有前瞻性 这第一点我要说的 第二个 我非常非常尊重蔡思平大哥 但是呢 很遗憾的地方 他只说对了一半 什么叫做蒋经国的精神路线 属于民进党的 是属于全台湾的啦 所以蔡思平你要搞清楚啊 你怎么会这样认知呢 经国先生的某些价值 是台湾民主政治 转型跟历史发展脉络 重要的环节 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客观的历史嘛 你怎么认为民进党现阶段 跟中共一样 在抢夺孙中山的话语权 这个最好笑 我跟于北辰将军同台很多事吧 老共在挖中华民国 跟国民党根 基本上把孙中山国父的这个图腾呢 变成是革命的先行者 国民党有人抗议吗 没有 在捍卫孙中山 讲经国的是什么 是这些深蓝以外的 许多勇敢的台湾人 所以我要说的 朱立伦更有趣 前提前说 民进党只想看啊 这个国民党乘船 我就不好意思问朱立伦 国民党这艘船的船长 现在笑谁 是你吧 你要把船自己开到 像铁达你要撞冰山啊 那是你家的事 我认为许多民进党跟台湾人 对于国民党不要乘船 这件事情没有想法 我知道有些人想借链欣喜啊 但是拜托朱立伦 不要把台湾给拖下水 想成船是你家的事 但是呢 不要把台湾的大好妹未来 或是台湾的未来的 所有整体发展 随着你们的政治斗争呢 拖下水 最后我要说的地方是什么 谁把经国先生 当成自己的靖兰 就是这些人吧 天天的嘴巴 这个摇着高举经国先生的旗帜 结果呢 你们这些人去北京多少次 更不要说红袖柱啦 更不要说张亚中啦 你们天天违反了金国先生的三部政策 然后呢亲共亲的跟什么一样 到后来呢 你是把金国先生当成国民党跟中华民国 跟所有台湾的公共财 还是自己的私有财嘛 每次的斗争对手的时候 就比说呢 谁比较爱金国先生 用一句中心词的那句话 金国先生不是放在嘴里的 金国先生放在心里的 如果你要的话呢 就像我一样 基本上从哈佛研究中心 跟台湾的历史学者 去了解金国先生 从过去去苏联留学 或是呢 从苏联回来中华民国之后 甚至呢 台湾所有历史 如果不了解这些历史脉络 随便在那里啊 打嘴炮 那宇少老师只能说 你们都是历史文盲 你们都是自私的啦 金国先生的图腾呢 跟旗帜呢 是又来干嘛呢 你们拿来斗争 自己国民党内部的对手 你们来斗争的温良 或是温和的台湾人 结果昨天这些人呢 去参拜金国先生的时候 你们内心作何感想 你难道不怕呢 金国先生晚上托梦给你吗 尤其是朱立伦先生 刚刚宇少讲说 如果国民党是一艘船 朱立伦是船长 永厚 朱立伦现在真是船长嘛 听说他的网路声量 还输其他声蓝的 朱立伦这个船长 现在大概状况很差 我赶快补充一下 我觉得过去的 金国先生讲的 两个事情最重要 一个说 他说我是台湾人 对 这个很重要 国民党现在不是台湾人 不愿意承认嘛 第二个 金国先生三部政策 我就不用再赘述 国民党现在有三部政策 是哪三部呢 不爱台 不反共 不放弃台湾健保 你就是又不喜欢台湾 然后又要不反共 还要跑去北京聆听演讲 叫你去当中国人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一些统派的议员 就是这样 他不放弃台湾健保 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 现在路线 还有国民党支持者的路线 他的新三部 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好笑 这是事实 不反共 不爱台 不放弃台湾健保 我觉得第三项最重要 国民党的统派的议员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好了 这就是你朱立伦 面对的状况 你第一个 朱立伦 说实在 他以前大家说 他很会算 精算师 结果现在看起来 他不但不是个正常轮 也不是一个会算轮 他现在是个输率轮 是一个 不知轮在哪里的轮 那你不会领导国民党 然后国民党里面 声量最差的就是他 我们这边有一个 最近的包括国民 他所领导的 国民党的声量 民众党的声量 跟民进党的声量 你可以看到 整个趋势 国民党声量 其实是非常糟的 那当然更放 朱立伦做一个主席 没有一个党主席 是没有声音的 他不是没有声音 而是他的声量 都比不出一个 比方说韩国瑜 随便出来一个 新书发表会 比方说一个 赵绍康 战斗兰 随便讲一句话 所以我觉得 朱立伦现在有领导危机 而他领导危机的来源 就是我刚刚讲 第一个 他搞不清楚他的路线 第二个是 他没有办法去引领 他的支持者 包括他的党员 去找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 第三个是 他进退失去 因为他太爱算了 他爱算的结果就是说 你应该要坚持的 没有坚持 你应该出来战的时候 你没有出来战 然后你战到一半 退缩之后 战输了 你又不愿意出来承担 等到压力太大的时候 才出来 在脸书上讲一句话 然后在中常会上都是 我确实有责任 这真的很不如 所有国民党基层选民的期待 我必须讲 我自己很多朋友 不管是 当然年轻朋友比较少 长辈 很多长辈是国民党的党员 他们其实蛮失望的 你到底是朱立伦要战 但是你自己把中华民国 给取消掉了 你到底朱立伦在公投的时候 一开始说要战 作为对民党不先投票 你后来又说取消掉 你到底对于严家当时的选举 选举前你也说要战 但是选前一天你跟他说 这个我留给选民跟候选人 所以朱立伦 我觉得国民党其实蛮悲哀 他说民党希望国民党沉船 民党并不希望任何政党沉船 民党希望你们不要把台湾 这一艘船跟着沉下去 这才是最重要的